在中国,有一家公司,无论它干什么,都会被吐槽 干搜索,从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变成百度一下,你人没了 干外卖,最后收获匆匆卖身饿了吗 落得被全国数百家代理商声讨的结局 干自动驾驶,烧钱十年没成绩 起个大早赶晚级 最后只能眼巴巴看着后入局的友商门崛起 干员工智能,这头All-in AI的故事还没讲完 那头Open AI的ChartGPT就横空出世 一下子又被比了下去 如今,这家公司要做手机了 而且还要做学生专用的学习手机 这话题度之高,广大网友自然坐不住了 什么打开百度APP查看全文 什么借网神器 什么一键导航道莆田 这花式吐槽真是应有尽有 本期视频呢,我们将一起探究 在鸿海时代入局手机行业 百度这是图什么 而除了手机以外 百度这些年频繁推出诸多智能硬件 又是为什么 大家好,我是科技 欢迎收看本期商业线维剑 其实,刚听说百度打算进军手机行业的时候 科技是被吓了一跳 毕竟,这几年我们都在说 手机市场红海有多么残烈 厂商竞争有多么残酷 怎么一向走竞价排名 不对 人工智能研发路线的Robin 会突然想不开 想要从酷克、雷种和大嘴碗里抢饭吃 直到前几天,这款小度亲和学习手机发布 大伙才知道 原来百度要做的并不是年轻人的第一台手机 而是小学生的第一台手机 或许是意识到自己在手机行业正面干不过油米OV 于是百度决定不按厂里做机 转而走一条纯意识流路线 不信你看这外观 这极致的大家巴搭配经典的水滴屏 象征着怀旧节复古的校园情怀 再说配置 一块720p的6英寸屏幕 6加128储存 再搭载紫光展锐T616 一枚跟几年前校龙710性能差不多的SoC 突出一个朴素无华 校园氛围感直接拉满 最后说再定价 1499元 一款配置499的手机 卖出1499的天价 这绿油油的韭菜感 轻力就勾勒出一段校园轻松岁月 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好吧 此刻的你或许会想 在这个小学生都能吃鸡如麻的年代 到底哪个代愿种会发1499元 买一款性能掉渣的手机用来学习 可这一波 百度其实是在大气层 你想想 家长买了这台手机 因为性能和外观过于落后 彻底浇灭孩子玩手机的热情 这不就能帮孩子把网影和游戏影都记了 然后专心复习去了 这妥妥的学习手机借网神器 依我看 这手机要是普及开来 还有雷电法王什么事吗 很显然 百度并不是这样想 因为百度官方居然称这玩意为 智能手机市场的新物种 因为它搭载了小度灵机AI大模型 可以提供AI拍照讲题 作文辅导 AI口语练习等学习指导功能 拥有它 你就拥有了百度为你量身定做的学习系统 拥有它 你就可以免费学习小学初中课程 拥有它 你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 手机 词点笔 电话手表 翻译机 听力宝和单词卡六大产品 玩的啊 既然百度官方直接寄出一机顶六台 历省月一万的洗脑标语 那科机再干脆送你一句 今年过节不送礼 送礼就送小度清河手机 只怕巅峰死欲柱见了都得要路走 又或者再补一句 我们不生产知识 我们只是知识的搬运工 如此一来 钟闪闪的首富宝座 有朝一日也会让罗宾坐上吧 反正这小度清河手机 总结下来就是 这1499元 百度明明可以去抢 但它还是给了你一台学习手机 就问你 你感动吗 或许我们换个角度想 这款小度清河学习手机 重点可能压根就不在手机 而是在学习两个字 因此我们不能用手机红海的角度去看待它 而应该把它放到教育智能硬件的赛道去讨论 近年来收益起了双减政策的双重影响 五国消费级教育智能硬件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2021年市场规模353亿 同比增长41% 预计到2026年 这个市场规模将会达到668亿 庞大的市场规模加上良好的发展前景 让这类设备成为教培 互联网公司寻求业务增长的新方向 而百度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从2021年开始 百度便通过旗下的人工智能品牌小度 切入教育硬件赛道 便向后推出过多款学习机 学习平板产品 只不过由于这类教培设备面向消费群体更加垂直 所以此前并没有引发太大的讨论 可是在如今行业竞争空前激烈和透明的手机领域 情况就不一样 当外界看到百度敢于发布一款硬件性能和设计水平 还停留在几年前的百元机 售价却比大多数千元机还贵的新产品时 自然骂声士气 然而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互联网公司做硬件 心思一般都不放在硬件上 可以看到无论是之前的学习机 学习平板 还是这款新发布的学习手机 它们最大的卖点就是可以接入百度的人工智能系统 随着近年XR交互 AI大模型普及 寻找智能手机以外的下一个硬件交互入口 已经成为当下全球互联网公司的共识 只不过它们彼此的路线形态各有不同 例如Meta为了押注强调XR交互的元宇宙 甚至把祖传的公司名都改了 而字节跳动近百亿人民币收购VR厂商Pico 创造了国内VR收购记录 就连一项稳如老狗的苹果 近来也被曝光终于要推出首款MR头显设备 而百度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 2020年 百度将人工智能品牌小度从公司中拆分出来 此后 小度就肩负着打造百度智能硬件入口矩阵的重任 从小度上程中可以看到 除了上述教育智能硬件 小度还有诸如智能屏幕 音箱 健身技能产品线 这些产品最大的作用 就是成为百度智能硬件入口的一部分 如此广杀网的策略 也从侧面反映了百度害怕产品缺位的焦虑 毕竟对于百度来说 那段移动互联网的迭代记忆是苦涩的 无论是当年18.5亿美元收购9亿无限 还是一度被寄予厚望的百度糯米 O2O业务 都没能帮助这位传统周面互联网时代的巨头 在移动互联网转型大潮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再加上这些年来 用户的收手习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百度掉队的声浪也越发响亮 而为了稳住营收大盘 百度不得不在竞价排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并为自己带来了无可挽回的舆论恶果 如今站在又一次技术迭代转型的时代节点 百度已经承担不起再一次转型失败的风险 因此无论是学习手机还是各种智能硬件 它们存在的意义 更多是象征着百度压住下一个时代的筹码 说白了就是占个坑罢了 毕竟下一代智能交互的入口 至今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于百度来说也只能广杀网 但可以确定的是市场留给百度的时间真不多 因为就在小杜清合手机发布的同一天 一条中国第一大桌面搜索引擎新排名的热搜 就像一盆冷水嚼到了百度头上 据调研机构数据显示 在中国内地桌面搜索市场上 微软必应分而创历史新高 达到了37.4% 正式取代百度成为中国第一大桌面搜索引擎 而相比起这一时的排名变化 百度或许更应该看看这条热搜底下的相关评论 然后再好好反思一下 这么多年下来 作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好事 才会收获这些舆论的恶果 刚好顶着这么大舆论风波降生的 小杜清合学习手机 前景会是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本期商业显微镜就到这 我是科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